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开火 我们开始煮这个牛骨汤底 冷水下锅啊 一定要冷水下锅 把这些牛骨逐一的放进去 再放入一片拍过的姜 这个牛骨汤底把它烧开 然后煮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牛板筋 这个是牛肚 这个也是牛肚 这个是牛毛肚 到这一边就是蜂窝肚 这些是牛肠 这个是牛爽懒 也是牛白懒 这个牛肠呢 放点盐 放点生粉 这样子搓干净它 牛肠我们已经把它翻到另一面了 翻到里面洗干净啊 搓干净 来 我们把这个洗干净的下水 冷水下锅 先把它焯水啊 别开了 我们就关小火 一定要把这些牛杂焯熟焯透 把它焯熟焯透后捞出 这是我们擦好水的牛杂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这个牛筋 这个是牛板筋 太大了 把它一开二 非常的硬啊 再把它开小一点 这个牛肚一样 把它一开二 金钱土呢 要把这些肥油啊 这些东西割掉 这些黑的 脏的 全部都割掉 然后我们把金钱土 来 给它开边 开小块一点 这个是爽懒 也是崩砂懒 它两边夹着筋 中间是肉 这个叫爽懒 也叫崩砂懒 来 我们把它一开二 行了 把这些全部处理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炒酱 小火下入油 入一半的这个 红葱头碎和蒜蓉碎 把它炒酱 一定要开小火啊 大火它就会弄掉 炒卤味呢 每个师傅他都有自己的配方 有很多师傅呢 有三四十种酱料 我的配方呢 就是几种酱料 供大家参考啊 接下来我们下入两勺猪猴酱 一勺沙茶酱 还有一块附乳 用小火推酱啊 就这样推酱 不停的推 炒出香味 然后再下入一点冰糖 再下入白糖 继续把它炒香 它香气出来了 我们给它蘸一点米酒 蘸米酒后 它的香味更加的浓郁 这个就是牛杂酱啊 接下来我们把这牛杂全部打到锅里 接下来我们倒入牛杂汤底 开始焖牛杂 我们准备的香料有这些啊 主要也是一些大料 八角橙皮啊 都扣这些 待会我会在屏幕的下方把它罗列出来 把这些干料用清水 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 把这个料用料包把它装起来 把这个料用料包把它装起来 先下这个南姜啊 南姜它是普通姜去腥的十倍 所以说我比较喜欢用南姜去腥 然后再下入香茅 蒜头我们整个下入 这个是红葱头 整个下入 然后橙皮再下入它 最后我们放入我们刚才调最好的药包 我们先用小火包它一个半小时 我们准备一个萝卜 选萝卜呢 选重手一点的比较沉的 这样就不容易冒心 萝卜我们开始把它的皮刨掉 刨两层啊 这个皮啊 接下来把这个尾巴切掉 把这个头也切掉 接下来我们用滚刀的切法啊 滚刀 这样切一刀 再切一刀 切大个一点呢 这个药包我们把它拿起来 把萝卜放进去 这些牛腩已经啊 冷了 把它放在上面 我们包它半个钟就可以了啊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味啊 我们现在要调入一点生抽 补一下味 调入一汤羹的生抽 起到上色的作用 调一下味 然后再试一下味 ok了 味道可以了 如果大家身边有喜欢港式牛杂的 把它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啊 他们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这个萝卜呢 我们用筷子 能够抽虫的插穿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盖盖子 收火 给它焗30分钟 我们现在开始剪牛杂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哇 先吃一碗粉 肚子很饿 这个萝卜呢 这个萝卜呢 非常的入味 蜂窝肚呢 就很爽脆 这个视频 拍摄和制作 花费将近10个小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再见 明镜